《福音片传》 让教会与弟兄姐妹操练合一 学习恩慈的服饰 使教会变得主动而外向 在2003年的5月 基隆市信义区举办了第一次 《福音片传》的嘉年华会 其实那时正值SARS来临的时刻 我们在整个筹备当中都没有把握 到底会来多少的社区居民 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来了一千一百多位 社区的运营实在是鼓劣了 而在隔一年2004年的5月 我们又继续地办了母亲节家里的发挥 那一天来的人数竟然高达一千多万多 八月份我们在基隆市七谷区 办了父亲节的家里发挥 总共来了一千七百多位社区的运营 而且从那一次开始 不只是基隆教会的七个堂会 也包括了其他的教会一起投入福音片传 家里华会 福音片传的印象是 福音片传全程 并且与国际片传连结 以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 那福音片传的策略是什么呢 第一是基督教的节庆 家里华会是福音片传的开罗活动 以该地区的教会为主体 以愿意为生的教会开始 设计合适该区的活动 其实在台湾的教会 很多都是小教会 可能一千三十人或六十人的教会 都会觉得做不起来 但若是大家结合在一起 你的教会八十人 他的教会六十人 我的教会三十人 其实将近两百人 大家走在一起就可以做了 第二 福音片传的策略是 本地的短宣 主动初级 逐家步道 令人归祖是终极目标 是持续性社区关怀的高潮点 是一场动员信徒的宣教运动 香港办片传到了第五年的时候 在香港庙街有一间教会 那时香港的警察 指挥官 他开始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肯定教会在社区的角色 因为第五年的时候 庙街的整个犯罪率 是降到二十六零来的最低 福音片传的目标 是改变社区的属灵空气 为主赢得社区 调望信徒爱灵魂的心 我们也智力尾声 使别人或是其他教会 增长和成熟 落实彼此相爱 教会合一 福音片传的原则是什么 强调合一 我们强调彼此的相同点 我们都信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读的是新旧约 整本的圣经 这是我们的相同点 我们也会有不同点 例如有些教会 敬拜的时候比较大声 有的教会强调敬礼 有的是用点水礼 我们就不去看不同点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 与神的合一 福音片传的方法 第一是透过定期的门徒训练 如敬拜 团庆 教导 激励 分享 我们也一起去行军祷告 透过连续性的舞台节目 还有家人讨会 并且我们与国际的片传 做年结 就在今年2000年里的八月份 韩国将拆派一支 一百名的短圈队员 进入到基隆的七路区 参与服务片传判访行动 与香港 马来西亚 甚至欧洲 我们都做了年结 像去年的八月份 我们去了马来西亚 参与吉隆坡的片传行动 在那时有一句话 放假派单章 拿假传福音 实在是深受激励 弟兄姐妹 嘉年华会是撒走 探访行动是收割 嘉年华会是开罗的活动 而探访是永续的行动 嘉年华会建立人 探访行动得着灵魂 没有探访行动 嘉年华会是一场 失去意义的活动 没有探访行动 片传便是一个口套 弟兄姐妹 福音片传 吃你不可 福音片传 大家一起来 我们是主耶稿 我们是主耶稿 福 福音 Jord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